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分享老师 首先呢我们有请下一位点评老师宋明英老师上台 宋老师呢来自辽宁科技大学 接下来为大家做分享汇报的是来自北京的张选总裁 张选总裁呢白手起家通过夫妇二人的努力 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现在张总的企业资产呢已经达到四亿元 并且呢还曾经荣获共和国经济建设工薰人物等等的多项荣誉称号 那么张总呢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分享题目是 我是怎样成为亿万富翁的 也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介的各位长辈 中介的各位领导 中介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无限的感恩 这么晚了 每一位观众还耽误了时间来听我的汇报 那么说句心里话 生命中的每一次消分绝非漏染 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和大家相识了 因此我也真的借这次机会祝福这座的每一位 透过学习传统文化 使我们的家庭能够更加美满 使我们的事业更加成功 使我们的人生更加幸福 那么我叫张雪 共产张雪这的雪 我是出生在山西大团 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谷大嫂 就是我太太 谢谢大家 那么刚才我太太也 基本上家庭情况 也都做了一个介绍 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那么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我是如何成为亿万富富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你不管是工作还是创业 你去做生意 其第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式赚钱 怎么样才能赚到钱 也就是说程老师说的 你赚的是凶财还是急财 说是就之爱财取之有道 那么财富的源泉在哪里 怎么样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来到我们身边 其实我没学习 其实我没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也真的很不清晰 也就是迷迷糊糊的 也就走到了今天 因为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那么我呢也没 其实没有什么文化 我初中也没有毕业 接下来给大家汇报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或者不好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给予批评和指责 谢谢大家 这个我也没有我特别讲的好 其实我学习完传统文化 就找这个答案 老祖族其实早就告诉了我们 财富的源泉到底在哪里 怎么让财富源源不断来到我们身边 我在大学里面就找到了答案 我也做了一个图 让那个给放一下 大学里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说是有德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财 有财持有用 下面那段话是我写的 我说怎么样使用你的财富 将决定你的明天与未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说你今天的成功 你不得于你一生的成功 你今天的富有 不得于你一生的富有 你今天不管有多么成功 有多么富有 有多么有成就 它只代表过去 未来永远一片空白 那么代表未来 是取决于我们今天在做什么 如果你今天违法滥记 没有做好事 你犯罪了 那可能明天你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图要是跟大家 我介绍跟大家做汇报 这个图最少都讲两三天 所以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当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其实已经真的发现了 这个财富的源泉到底在哪里 怎么样让财富源源不断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每个人如果照着这个图去做去 你去做人做事的话 去经营企业的话 我相信人人都能成为亿万富翁 每个人都能 都拥有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 也具备成为亿万富翁的能力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是不愿意 不愿意那样去做去 所以说这个 我就跟大家把这个图就大体介绍一下 这个图呢 是什么意思呢 是如果一个有德性的人 他一定是会有很多的人愿意追随他 那么你既然有德性 又有很多的人愿意追随你 那么你就会有很多的机会 那个图就是代表机会 代表机会 也是那个 代表资源 代表视察 那么你既然有很多的 有很大的德性 有很多人追随你 你又拥有了很多的机会和市场 那么你一定会创造很多的财富 那么创造的财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去使用财富 那么说我那把都画的 如果 其实包括在内 有很多人 我们都是挣了钱 就真的就是得意忘协 就是追求那些原始的 最低级的那些刺激 比如什么吃喝飘赌 交涉有益 那么那你就在创造负债 那你就在胡作非为 你如果挣了钱 你是吃喝飘赌 交涉有益 那你一定是在 胡作非为 在创造负债 那么你就会掉进 掉进万丈深渊 那么如果你挣了钱以后是 你挣了钱以后 你是去帮助别人 你去服务社会 你去付出 你去做贡献 你去献爱心 那么你就是 那你就是一个舍 舍 你就会得 我们都知道了 这智慧中的智慧就是 有舍就有得嘛 小舍小得 大舍大得 不舍不得 那么你要是 帮助别人服务社会 那你就是在 那就叫有所作为 那你在创造资产 那么你创造了资产 舍了 得了 得到什么了 得到得下就得了 那你那个得下就又加大了 那你得下加大了 那你 跟随你人就又多了 跟随你人多了 那相对来说 你的市场机会就多了 那你的财富又多了 那你财富了 你又再又再 用这服务社会 帮助别人 那你就进入了一个 良性的循环区 那你就会越做越大 钱就赚的越来越多 那么 得分八得 第一得 第一得其实就是孝 八得是什么 孝 孝 忠 性 礼 你意义 意义 廉强 如果我们每个人 真把这些都做到了 那你就把握住了 财富的根本 大学里边还有一句话说 说是德则本也 财 说德则本也 财则莫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说是德性 是财富的根本 也就是说德性是财富的种子 你财富是果实 你想要得到财富 你就做德性 德性是财富的种子 财富是德性的果实 说是有德必是财 一个人如果有了德性了 那他一定会拥有财富 说是有财 无德必是货 为什么这样说 你如果一个人 你真的有财 你比如说有财 有钱了 那你没有德性 那你肯定就是货 叫德不配位 说是一个人 何有财能 没有德性 那他就做了一些 去危害国家 去做了一些 违法滥性的事情 那他肯定是会 遭到祸害的 说一个人的德性 跟财富 一定是相匹配的 一个人的位在的 位在的物质财富 远远大不过 他内在的心灵财富 你内在的心灵财富 有多大 你位在的物质财富 就有多大 清华大学那个校学 不是就说了吗 说是厚得载物 厚得载物 就是你有深厚的德性 你才能承载了 你的财富 你的名利 那么一个 其实一个国家 以人为本 一个人是以德为本 德是以校为本 那么一开始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 温州里也说了 说是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说道德的光芒 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 我们每一个企业家 也给流淌着道德的学业 身体里面 也给流淌着道德的学业 那么这个秀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这两天 我们每一个分享 这是分享老师 其实跟大家介绍的 都是这个校方面 介绍的非常非常多 那么因为世界的关系 我在这方面 不能过多的去介绍 比如那个 本校片里边说了 说一个校子全家安 诸事不恕 英不孝 福禄皆由孝子得 可见这个孝子 根部做的根部 智慧做的智慧 一个人你要真的 拥有了 你把握住了孝道 其实你就把握住了财富 也把握住了幸福 也把握住了你人生的成功 所以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你孝心一开的话 你的那个北会结开嘛 你孝心一开 你的智慧知心就开了 那么你的智慧知心开了 那你的财富的大门打开了 那你成功的大门打开了 可见这个孝子 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在没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对这个孝的理解 也是真的不是很深刻 学习传统文化成明白了 说是孝有四个层次嘛 我们刚才老师都说了 我就不愿意再说了 包括那个 楼宇里边有这么 在2500多年前 就咱们口老夫子就说过嘛 说是精知孝者 世未能养 至于全马 皆能有养 不敬 何以别乎 意思说你孝敬父母 只是给父母 吃跟穿 那跟牛鸽马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牛鸽马 不一样也有点养嘛 你孝敬父母 一定是要对父母的忠敬 对父母的 分四个层次 你要孝父母字呀 孝父母会呀 对父母忠敬 让父母开心 让父母快乐 那么我学习了 传统文化以后 我觉得我这个孝 也是刚才我太太分孝 根本不是孝 所以把父母接来 我记得接来第一天晚上 我就给我父母就 给我父亲就洗澡嘛 在我们家里我就给洗澡 原来说实在话 没学习传统文化 根本做不到 因为我父亲 也是脾气特别僵的 特别固执 跟我说话 我在没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们说话就是老是对着情绪说 就是我父亲也是很不耐烦的 跟我说话就从来没有心脾气和 作为我儿子 我也是因为不懂的那些道理 也是就说话 比如我一打电话就行了行了 就是从来不是对着情绪去说 没有心脾气和 学习完传统文化发现了 这个我全不对了 我就一定是和父母打电话 不管我父母 父亲带多大的情绪 我一定是心平气和的 去跟父亲说 就是包括这次洗澡 这个澡一洗 其实也不是形式上头的 当你给父亲洗澡的时候 或者洗脚的时候 那一定是一个 修理的 一个修理的对接 一个修理的沟通 当洗完那个澡 确实是感受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传统文化 就是地质规 一定是我们去世去做的 你当你做了 你一定有体验 有感受 当你有体验 有感受了 你才是有收获 光说是没有的 我记得我给父亲 洗了两次澡以后 完了我那个儿子就说 那个爸爸爸爸 下次再洗澡 我给爷爷去洗澡 就说是深教大于爷教 后来就是一洗澡的时候 只要我儿子在 一定 我儿子不让我去洗 让我父亲 那个他去 给他爷爷去洗澡 这个就是 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 说是 智校嘛 校旗会嘛 就是说 我也让我父母亲 就是 就参加这个班 就是传统文化的落谈 包括那个 那个时候 那个传统文化落谈 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去那个 这么大的落谈 过去都是很小的 很小的落谈 我记得我父亲 参加了一次 落谈以后 因为我知道 我父亲最需要去 那个学习这个 学习这个 参加这个落谈 当时去的时候 我父亲是 怎么也不去 说我70岁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和 我哥布就 用不着去 再学习了 我知道我父亲 他非常需要 我就把他送去了 送去以后 结果三天 三天学习完以后 什么情况 三天他那个 学习完以后 就是到第三天 结束的时候 一定要让下面 听的观众 上台上去分享 那么我 我父亲70多岁了 就上台 第一个跑上台 去分享 分享 结果拿上那个 麦克风 是 足足分享了 半个多小时 不下台 下面还有好多人 排斥对等 分享的 叼拨他那个 麦克风 太多 太多的感受了 说是我 这70多年 没听过这个课 一个说 他我父亲说的 其实 别看我活70多岁了 我根本不了解自己 根本不认识自己 说是当一个人 不了解自己 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就等于在一个 无邪的监狱里面 坐着 永远走不出去 当你不了解自己 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其实就是 你最可怜的时候 真是很可怜 突然发现了 不一样 说 我父亲说 当你真的了解了 自己 认识自己 半年 也是最幸福的时候 也是最有力量的时候 也是遇到了 圣人的时候 自从那回 传统文化 那个就落差 我父亲听了三天以后 我父亲也发现自己 过去也是 说是 从来都是别人的错 包括发脾气 或者是固执 从来都别人错 从那开始以后 也是就说话 也是不带情绪了 也是心脾气和的 都是老是就 反省自己 就是说 那个传统文化 不是也有一句话吗 说是 行有不得反求助己 确实确实是 确实是 非常的作用 对一个老年人 也是真的起了 何大的作用 我们加铁 真的透过 这个学习传统文化 在事业呀 加铁方面 真的都发生了 何大的变化 那么我呢 因为今天 时间的关系 包括加铁这一方面 我那个特质 已经介绍了很多了 我是着作 给大家在事业方面 给大家 多做点汇报 那么接下来 就是一个 其实 弟子归也说了 说是 凡初也 秀为先 咱们做人也好 做企业也好 这个成绩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对这个成绩 一直就是 看得非常重要 我觉得它比我生命 都重要 说是 其实你基于人生 经营企业 第一个就是 经营成绩 你经营成绩 经营好了 你的人生也经营好了 你的企业也 绝对经营好了 我介绍跟他们 说一句话 我说 今天的成绩 就是明天的市场 是后天的利用 是未来的财富 是永久的价值 包括 我也是因为 因为 去讲成绩 我在留 三年的时候 我赔了二百六十多万块钱 就是因为讲成绩 其实任何事情都 我说是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为什么会赔二十六万块钱呢 为什么会讲成绩 其实起源于 当时 我做生意 我创业的时候 我父亲哥哥不妥意 说是 一定他那个时候 就是不到九零年 说是你去工作 让我去上班 去工作 不让我自己去做生意 那么我也 我觉得那个工作 也责不了多少钱 我一定要去 自己创业做生意 我父亲一看 我父亲一看 说是那个 也那个 我下掉了决心了 就说是 也就随了我了 就让我去做生意了 做生意呢 在让我做生意之前 我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说是 你要是做生意 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故事 你去做 你一定 你一定 你不会 就是你一定很顺畅 一定会做得很成功 我就记住我这个父亲了 讲了这个故事了 所以说 在那时赔二十六 二百六十万块钱的 我也是因为这个故事 当时 我是在河北的 我过去 在零三年的时候 我的主业就是销售煤炭 在那个零三年的时候 就河北的一个县 就一个县的那个过难 全我给包了 合同已经签订了 结果在零三年的十二月份 完了咱们国家 出了一个政策 就是华北五省市联合卸载 因为那个时候 都是超载载 拉一百多多 对这个锅楼破坏的 是特别严重的 给国家 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结果这个政策一出 拉的少了 这个酬保就高了 用费一下就涨了一百多块钱 涨了一百多块钱 什么情况 涨了一百多块钱 那肯定你要赔钱 但是我当时要是做出决定 我要是不做那笔生意 我算了一下账 因为我送去的美 给我结婚的账 我还能赚五十万块钱 就是我 与五十万块钱利用 如果我做 肯定是赔钱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能赔多少钱 一定是要赔 肯定是要赔钱的 那我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做 做那个选择的时候 做决定的时候 我突然就想起了 我父亲那个故事 我们就选择了 我继续做下去 继续做下去的结果 完了最后到了 一个过难剧结束了 一算账了 二百六十万块钱 但是后来才发现了 虽然贴了二百六十万块钱 但是给我带来的那个 带来的那个油响 带来的那个市场 带来的那个 就是这个成绩度 给带来的 远远不只要是二百六十万 我后来 这都明白了 给我带来的 可能是好几千万 这个事情做完以后 好多客户去找我 给我做生意 好多客户给我做生意 我才想起了 我父亲给我讲的这个故事 半年是 原来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说到这里 我也就跟大家分享 我父亲当时给我讲这个故事 我就拿我父亲这个故事去做 就是借用我的企业 借用我的人生 我父亲是怎么说的 你要去做生意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过去有一个富翁 在他临死的时候 告诉他儿子 说一个成果的秘诀 他这个父亲告诉他儿子 说成果的秘诀 非常简单 就是四个字 他儿子问他 哪四个字 他那个父亲说 前两个字就是成性 他父亲说 他儿子问他父亲说 什么是成性 他父亲就跟他说了 说是 当你 跟人贴定了合图 当你贴了字那一刻 当你把这个字一贴下那一刻 你突然发现 这个合图能让你借家荡产 那你即使是借家荡产 你也要把这份合图履歇下去 说这就是成性 那他儿子问他父亲呢 说是 那什么是那个 那后两个字是什么 他父亲就跟他说 是智慧 那儿子问他说 那什么是智慧 说是智慧 你就是当初 不要给签那份合图 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 你在签 签 签签合图之前 你一定做市场调研 你全部都要考察好了 你去签定那份合图 你一旦签定了那份合图 你绝对不要反悔 结果我就是那这个故事 一直走到今天 结果给我带来了 带来了好多好多的财富 也给我带来了 好多无限的价值 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说呢 我说是 今天的签签 就是明天的市场 是后天的利用 是未来的财富 是永久的价值 这份签签 不是你拿金钱能买 你到哪 财富能换得来的 绝对换不来 绝对没不到的 那么这针对的程序 其实说是 程序就是世界观方法路 大程序就是大智慧 那么当今社会 最大的学问 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按客观规律办事 其实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 那么按自然规律办企业 办企业的最大学问是什么 其实你替别人提过了帮助 别人一定会替你提过帮助 你替别人提过了收益 别人一定会替你提过收益 这就是自然规律 如果真的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的话 就是不是管理的管理 不是策划的策划 你做得很清楚很清楚 那么我在05年之前 我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那个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2000多万 2000多万已经把我搞得是精疲力竞 已经是真的太累了 他们说是你七早抬黑去上班 万家灯火才回家 我说我不是万家灯火才回家 我说别人睡醒一觉才回家 就是这也没有能力把这个牛额这搞大 每天早上起来 家里最后叫旅店 回去就睡 起来就洗完脸就去去公司 晚上并且晚上都是十一二点 一两点才回家 搞得特别特别累 突然完了学习了这传统文化以后呢 我三年的时间 每年我呢就是 盈盈盈盈就是好几倍的翻 到了第三年 零八年的时候 我一年做了四个亿 盈盈盈盈做了四个亿 盈盈盈做了四个亿 并且我的精力 我的时间 只用了过去做两千万 就百分之五十 特地轻松了 包括我现在 现在我连自己 我自己直接经营了三家公司 我能一个月就 可能就二十多天 能出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乐坛 也是真的是来源于这个传统文化论坛 否则的话 真的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说是 你过去那么累 做那么点油业额 那你学习了传统文化 怎么一下就能做那么大 反而不累了 其实道理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一个 我过去 从来都是为自己考虑 自己都是为自己着想 从来不为周边的人着想 从来不为客户着想 学习传统文化突然明白了 你不为周边的人着想 不为客户着想 只为自己着想 才是发现 原来是为你自己着想的是最少 当你交点这位 你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为客户着想的时候 你完全你就无私嘛 你完全放出去 才发现 为自己着想的最多 说是你发现了 一开始是你不让别人满意 就要自己满意 原来是当你不让别人满意的时候 只让自己满意 那你是 只是暂时的满意 当你让身边人所有人 让周围人所有人满意的时候 原来是自己是最大的满意 过去客户一找问题 去了跟客户就是来回 就是蒸来 蒸来炒去 就来回蒸 蒸来蒸去呢 蒸来蒸去 结果完了一生气 客户也没了 完了生意也没了 闹着谁也不开心 后来学习传统文化就明白了 那客户说出来的 他站在他的角度 他站在他的位置上说 完全正确 那么你站在你的角度 你站在你的立场 你有你的建议 你可以说你的 就是过去来回就是顶嘛 现在的客户说的时候 咱就是接受嘛 当你接受客户说出来的话 提出来的条件 你能接受的时候 完了你再跟他说的时候 他一定会接受 他一定会接受你的 所以完了 以后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非常非常的 生意也做长了 反正关系也非常好 包括我要钱 我跟大家举两个要钱的例子 过去那个要钱 那可不是 我一般肯定 我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才亲自去要钱 一般都是下面人去要钱 我记得有一次 在天津 欠了我39万块钱 39万块钱 这钱也就是 就脱节完了以后 是给缩着货 到了年底了 这个钱还不给 也是那个对方真的 我后来发现对方真的就是想内障 或者要想手给你 那快过年 我一看没办法 那我就 那我就去吧 那不去 那别人要了好几次 要不了了 我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去要钱 一定是跟他去了生气 或者是打架 那回每一次 就是你要是生气打架 一个可能能要到 一个可能你钱要不到 反而你朋友不是朋友了 或者是你打得不好的话 可能还会犯罪 或者是你把别人伤害了 这可不好的 学习传统文化明白了 我就把它都了解了以后 我就事先就给他打电话 就是 一定是心脾气和各家聊 我就是没有聊跟他要钱 我了解他实际情况 我去了就是给家许家许 给赞美赞美 咱们就实时进去聊嘛 说你核有能力 在当地有影响 我就聊这些传统文化这些东西 就跟他聊这些 学习了传统文化的感受 体验 聊了有一个多小时 聊了一个多小时 聊着聊着他 聊着聊着觉得他 这个表情非常好 很开心 好像情绪也挺好 很快乐 聊聊聊 我就从来没谈 我说来了要钱了 我就是跟他就聊这件事 聊着聊着完了 完了那个 他就说呢 跟了会计说呢 说咱们看看 切赞助多少钱 你看赞助亲自过来了 给他开赞支票 也过年呀 那这个切就要了 如果过去 真的真的不是那样 不知道什么结果 还有一次 一个单位 切切切的不多 切了16万块钱 切了16万块钱呢 他也就明确说了 我要给你10万 我扣你6万 不是 可能各位观众也没做过 那个煤炭生意 那个煤炭生意吧 那个旧账特别厉害 它利润特别薄 可能扣6万块钱 我给他送那点货 可能就挣了三万多块钱 他要扣6万 我就赔了钱了嘛 赔了钱了 我一看 我说这个钱要别人要呢 那肯定也没法拿 我还亲自去吧 因为我学习了传统文化 心里也有底了 我就去了 去了 我也是没够他谈要钱的事 也就聊这些东西 这我的想法是啥 我的想法 我说是那个 我的满足 我说咱扣3万就算了 咱不挣就扣3万 我就挺满足了 挺满意了 我就 不是这个目标就去了 去了 我去了 也是就是聊这些事 也没谈钱的事 就是聊个人聊 就是经营企业的经营业呀 或者做人这一块呀 这个传统文化学习 这一块的感受呀 聊聊聊 你知道他最后完了 最后那个说是 那个钱我看扣是你4万 我说你看吧 怎么都行 完了继续聊 聊聊聊 一会儿又说 不行扣是2万去 后来又聊 聊聊聊聊 后来说算了 别扣了 就没扣嘛 结果这个钱没扣 我就特别感谢他 我特别激动 我就受不了了 后来我又跟他去做生意 他虽然没扣我6万块钱 我那个一封没扣 我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感激他 我跟他做生意 可能给他又挫着了 最起码给我 三十十万块钱的利润 我就守这了 我又跟他就感恶他 就守这了 所以说是 学学传统的话 真的没有被这些东西了 过去就是争嘛 其实咱们没发现 你争他就争 你让他就绕 一定是这样 当你绕的时候 他一定会让你争 你如果跟他争 越争 他就越跟你争的利害 我真的没有被这个道理了 那么过去说是 过去也是我就说是 有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 大多数精力去赚钱 而不是规划一个 值得拥有的人生 其实学习传统文化 让我得到了什么呢 我经常跟他们说 他们说是 你学习传统文化的收获 你具体给总结总结 其实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学习传统文化 你什么什么都能得到 我就跟他说了 你不是想赚钱吗 这里面告诉你 财富的源泉在哪里 怎么样去赚到钱 怎么让财富源源不断 来到你身边 还有一个 你赚钱的目的 你就是做企业 你赚钱的目的 你是为了 对吧 人生幸福 活余美满 对吧 孩子们都培养成 你怎么样去 一边赚钱 一边让你的 人生幸福 活余美满 把孩子教育成 可是往往 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是这样呀 是我们 就去了做了事业了 事业做成功了 财富赚到 可是呼应失败了 孩子 秘返 没教育好 管不了 那 你问问自己 难道你创业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吗 那你不是为了 为了 目标 而失去了 原有的目的 学习传统文化 就是能让你 一边赚钱 一边人生幸福 家庭和睦 孩子教育成功 我说这个问题 也能给你解决 还有 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接下来跟别人说 我说你一定要问问自己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了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为什么要活着 你问问自己 当你老年的时候 或者你离开人 离开人世的那一刻 你问问你自己 你诚实地回顾你的一生 你真诚地告诉你自己 我的一生是有意义 有价值的 不要给自己留下 更多的悔恨和遗憾 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 最多的目的 最多你要去的位置 你要最终你追求的 无非不是就这些东西吗 你不是要有多少财富 为什么你现在 你要是我们不明白 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现在社会上都出了很多很多 富有的穷人 富有的可怜人 富有的痛苦人 又有财富而不幸福 因为他幸福 财富绝对不等于幸福嘛 不是你有钱就幸福 这不是绝对的 包括我过去是这样的 我过去都是 都是那个 就是在痛苦中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辛苦 去追求那个目标 达到那个目标了 结果困了不了几天 为什么 下一个目标又来了 后来才是真的发现 生命是一座旅程 而并非结果 那么如果我们的旅程不愉快 就是达到结果 也困了不了几天 而往往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 真的 有许多许多的人 没有办法去享受自己的生命之旅 甚至陪回迷失在自己的人生里头当中 我们在一团迷雾当中 真的辨不就方向 也时常看不透 生命的真相 不知道什么是 周周的幸福人生 你想想 如果我们不知道 什么是周周的幸福人生 那我们又如何去追求我们 实现我们的幸福人生呢 你看 我介绍跟他们说 你看 就是 你看包括我在哪 十几年 虽然我初中没有毕业 也上了几乎十多年的学 我说十多年的学 学校教育 使我们也获得了丰富的知识 也使我们锻炼了多样的能力 而往往在这个 你看离开学校嘛 往往到了这个人生大学堂 到了人生大学当中 到这个社会大学堂当中 就没有老师教你了 没有老师给你上课 就考你的事 就跟你要成绩 也很少有一个 有知识有智慧的导师 来留你前进 多数的时候 都是靠着我们自己去没错的前进 因此就会照着头破血流 也在不断地走着无效的弯路 当我学习了传统文化 学习了地址规以后 突然发现 突然发现 我说这个传统文化 这个地址规 就是我们人生的导师 就是最有智慧的人生教练 他来留留我们前进 我们就不会走弯路 是时间到了 好多人好多都没给大家说 这个就是 我就在那个说说下一块吧 就是那个 在越过十分八分的 也耽误大家时间了 谢谢大家 就说这个赤河飘毒交涉有意在一块 其实那个 我们都很多老师 包括我们王佐都已经说了 我也不在那方面去再 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案例 我也不能再说了 因为你要真的吃河飘毒 交涉有意 你追求那些 最原始的 最低值的那些刺激 你一定会 真的会掉这万兆深渊的 你没有 没有 没有很好的结果的 这是绝对的 你种下那个种子 它一定会结束果实的 那个绝对没问题 那么我就 跟那个服务社会 跟帮助别人这块 给大家再做一个汇报 包括说说家庭那块 也没时间说了 其实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以后 对每一个人真的都是非常非常 不管是你有钱 就是对社会上面 各个层次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起作用的 不管是你有钱还是没钱 包括我学习了传统文化 我特特刚才分享了 躲着了 你这些修费 修费不是浪费 你能修费 根本不能浪费 等下你浪费了 你就把你的福报修了 我们就那个 小车特别多嘛 我们就给高车分配的 给高车分配 给妹的妹 我们两个人是三辆车 我给我特特 三辆车呢 起码就是 我一看就浪费一辆半 我们就 就是那个 去年就把那辆 最好的那辆 我们就把它卖了 卖了以后呢 结果到年底了 这个车确实不够用了 不够用怎么办呢 我们又买了一辆 那个 就是那个比亚迪 三万三千块钱 三万三千块钱 包括现在我们汇报 要是去火车站 去机场 全是坐那辆车 去接受我们 这个就是 做好事 跟有钱没钱 没有 真的没有一点一点的关系 没有一点一点关系 就是去年 我记得我有个朋友 他们知道我这几年 去做这些公益事业 去做这些事 钱自己不敢花了 因为花了 把你的福报消了 你太浪费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钱花在哪 就做一下公益事业 有一个去年 有一个 我那个朋友 他是一个慈善机构的 一个主人 给我打了个电话 打了个电话 说我们要搞一个活动 慈善活动 所以要给捐点款 我说捐多少 他说这回不用你多捐 三万钱五万钱 我就跟他说 我说给你 K5万块钱支票 你配人来取吧 他们就跟他说 这个不是这样的 你能过来 你最好你过来 跟大家做个汇报 那么我说 其实我也忙 一天没有时间 你配个时间取就行了 他说不是这样的 你汇报呢 有个什么好处呢 他说这叫 不是你汇报 你过去自己住 那你一个很小的爱心 通过你的汇报 你可能去 他说这叫 爱心迭远爱心 说叫爱心启发爱心 叫爱心扶持爱心 说叫爱心传播爱心 叫爱心启发爱心 说当你和别人汇报的时候 可能由导启发 更多的人 去参与这个活动 那你不是就是 把这个爱心扩大了 我一想对 我就去了 去了他说 你还得多带几个朋友过来 说带几个缘故什么的 我就给 那天我就给带了一个 不到二十个人吧 有十几个人 快二十个人 我就带他们去了 去了 其实我就跟 他们六十就跟我们说了 说是 说是我们也不捐款 我们去干嘛 我说做好事 跟捐款不捐款 没有关系 我说他搞一个慈善晚会 我们去了就是 那不是咱们街上 在街上看那个 打把戏魅艺 说是你有钱 捧个钱吵 没钱捧个人吵 我说你去了 就在支持这个慈善活动 你谁俩不捐钱 是也在做好事 你包括我们在这儿 做了这么多人 每一位都是在做好事 你就对这个 对这个落台 是一份支持 你一来了 就是一份支持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呢 我说 我说这个 做好事 捐钱 跟有钱没钱 一点关系没有 我说 不是说你 我跟他像越国说 我说不是说 你能捐多少钱 就不说了 我说你只一个月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说你一个月 只剩一百块钱 你多不要剩 只剩一百块钱 你拿出五块钱 你去帮助人 去做好事 自己花九十五块钱 你看起当时 手花了五块钱 但是我说 这五块钱 你就等于 做了一个财富的作证 你会以后会收个 发芽 开花结果 你可能得到的 不光是五块钱 如果你把这一百块钱 自己都花了 那你也只不过花了一百块钱 我说任何的形式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没有筹资的储存 我说你那个企业 就筹入银行了 他们说 那筹入哪个银行了 我说筹入自然规律银行了 我说起了个名字 我说叫自然规律银行了 结果那次活动搞得非常好 我说搞活动当中 我看他们好多人缺绝了款了 缺绝了 有的没拿钱的 都借钱缺了 缺完以后 缺完以后 完了我们吃饭 晚上我缺什么吃饭 缺吃饭完了 都分晓太多太多感受了 有的说你这活动非常好 我一定还去 下次活动再带着去 时间到了 我也不能多说了 就是那个 后来我也去 包括我太太也说了 建希望学校 我也给自己设定了目标 每年去建一所希望学校 一开始定了四十所 后来去了 去了上海了 好多人都挑战我 去上海 我们同学 一会儿吃饭都挑战我 说你甭建四十所了 你建六十所吧 他们给我做了一身西服 说要给我把这个目标秀在上面 反正挑战我建六十所 我后来摇摇牙 我说六十所就六十所吧 完了就是 就是设定了六十所 他们给我做了这身西服 这把秀就说是 决建 决建六十所希望学校 这把是那个 这把是那个 我的名字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个 其实你真的 为啥我跟街头跟他们说 我说无私是最大的自私 更是最伟大的自私 当你给自己设定了目标 为社会为国家做过去 你决六十所希望学校 你想想 你如果赚不到钱 你怎么去 决建六十所希望学校 所以明是你决建六十所希望学校 实际背后给自己暗暗设定了目标 你要去这多少钱 时间到了 我也不说了 有很多很多都没时间跟大家分享了 那么我呢 把那个 我学习传统文化 自己组织了五句话 我觉得那是我的一份体验 一份感受 也代表了我学习文 学习传统文化 真实的感受 这五句话是一句话十六个字 一共是八十个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句话这样说的 说是想想过去 因为错误缺点 丧失多少机会 第二句是 追溯以往 因为一错最错 造成多大损失 看看今天竞争无比激烈 怎能不认知我 抓住今朝 学习传统文化 从此再不遗憾 这是第四句 当你这些都做到了 九根子 九根子 第五句话是这么说的 未来家庭事业 人生目标 必将心晓事成 真的这样 你要跟那做的 真的你的家庭事业 人生目标 你看我真是心晓事成 最后呢 学习传统文化 也有很多体验 很多感受 包括这个传统文化 就是诺台上面讲了 也将近汇报了 也快一年呀 所以想感受 我就拿这个大标题 我编了两幅对链 这个大标题 一个主标题编了一幅 一个副标题编了一幅 我是这样说的 主标题 上链是这样说的 我说活扬中华文化 走进家家户户 人人愧乐幸福 这是上链 下链是怎么说 下链是 你那个做 有道德的人 干 人喜欢的事 人人 行善 积德 这是下链 上链跟我们每一位呢 最最贴切了 就是和平 和平我把它说是什么 我说中国人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做的事 完了副标题是这样说的 我说副标题的上链是 我说身心和谐 身心和谐 人生幸福 家庭和谐 人心安定 社会和谐 国特民安 下链是 下链是 父持指效 人生成功 足迹守法 人心有爱 国家昌盛 人民富有 和平 就是 共产主义 那么 耽误大家时间了 最后也 真正的祝福 这座每一位 透过学习传统文化 人人能够拥有一个 幸福 快乐 完美 平安的人生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张选总裁的精彩分享 下面有请宋明英老师 做一点评 大家辛苦了 所有今天会场 坚持到现在的人们 用你们的实际行动 告诉和教育了我 中华传统文化 是用身体做出来 不是用嘴说出来 感恩大家 自古以来 有一个天理 坚持到最后的人 不是获得胜利 就是有所偏得 我在听张总讲话的时候 一直在想 我拿什么 来 给大家 来对大家 坚持到现在 有所表示呢 有两个小故事 我在安山办论坛 有一个学长 跑前跑后 就问我张总所讲的 这些理论里面 一个 用他这个理论 来解决实际问题 他曾经做不好的保健品 骗了害了很多人 然后他现在呢 凶财 凶入凶出 还赔了一百多万 那么现在 他住在大房子里面 学了传统文化 学了时间很短 那么知道 陈老师要来 就问我 你先给我解答一下 我将来 什么时间出去赚钱 又给我提了一个项目